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周深的发歌速度其实不难发现 现在他似乎速度上慢了许多 一个人猜测周深是因为参加综艺的时间过多了 而导致发歌速度变慢了 所以说声里的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想听新歌的 毕竟他的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谁又会不喜欢新鲜感呢 周深难道真是因为综艺的原因而耽误了发歌时间 我并不这么认为 之所以让我有如此肯定的说法 也是全是因为周深悄悄透露的一个秘密 在周深新歌海上蝶发布之后 粉丝也是兴奋的和周深交流了起来 耍着小心机的悄悄打听周深是否还会有歌曲 而周深的回答才是真正的亮点 这样的只有这一首了啊啊 或许很多初心的小伙伴 并没有去认真思考周深的这句话 而这句话真正的重点在于这样的这三个字 这岂不是说明周深已经知道了 下一首歌曲要发布什么类型了 甚至很有可能已经创作好了 只是处于积压的状态而已 最近周深发布的歌曲一直都是有着商业性质的 包括许多优秀的OST作品 例如依上中国主题曲《画劝》 还有最近发布的《海上蝶》 甚至更早之前的《花西子》 不得不说这首歌曲的质量都非常高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周深 如今的资源和乐台的地位与众不同 但他最近真的没有发布单曲了吗 不 还有一首《自身庸才》 这首《自身庸才》非常具有意义 它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思考 对于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找到一个心里的触碰点 而这首歌恰恰是作为单曲发布的 或许也透露出了一丝的端倪 周深的OST歌曲风格大量说都是中国风 然而他个人的单曲 几乎走的都是一种比较信实的路线 不仅体现出了人情冷暖 各是有人生意义的价值 但这首《自身庸才》 却是将之前的单曲 升华到了一种更加高层次的层次 这也透露出了什么呢 或许周深的音乐录不仅是在成长 也在慢慢的演变 有人说他擅长于中国风 因为他的声音本身就很美 再加上很好的共情力 让他成为了中国风中的佼佼者 但这并不是拘束于音乐风格的理由 中国风音乐虽美 但是若真正弹极打动人心 更多的还是一种共鸣的能力 就比如说政治化的水手 从流量的角度上来看 这首歌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偏偏它是影响了极代人的歌曲 为何这首歌能够达到如此的境界呢 在我看来 无非就是共鸣的能力太过于突出 甚至每一次每一句都是众人的心声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真人经历过我的故事的人 才能够读懂这个歌词的真谛 有时候我们无意之间 为了理想去拼搏的时候 其实也是选择了失去 孤单吗 确实很孤单 毕竟最亲的人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但为何还会有这么多人 硬无反顾的去拼搏呢 因为家人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才 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心愿 其实周深的资深庸才 也是慢慢的摸索到了 人生的一种思考价值 究竟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想要的吗 人生是艰苦的 对于不甘平凡庸俗的人来说 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 往往是悲惨的 没有包括光滑的 没有幸福的 在孤独和静默当中展开的斗争 他们只能够依靠自己 可是有时候连最强的人 都不免于在苦难当中蹉跎 其实不甘于平庸 是每个人心底最初的愿望 有的人认为为此而沉淀 有的人却执着于成功 为此攀比 为此假装 却仅仅只是为了不甘平庸的一个念头 这种想法往往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拖累 其实看看周深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为了音乐沉淀了多少年 或许他并不是最强的歌手 但是在观众的心中 他已经是一位不甘平庸的人了 成长的路途上走少不了坎坷 我们或许只是近代蜕变的一只蝴蝶 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 才能够飞得更远 而周深的音乐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再让周深透露的这样的三个字 让人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 或许周深已经在筹备新专辑 并且将会在明年发布 首先周深如今的资源 已经大体走向成熟了 而歌手在乐团当中是少不了专辑作为代表的 虽然周深已经有了专辑深的深 但对他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周深既然已经透露新歌的风格不同 也就代表着 这样专辑多数会是一种 他成长过程中的结晶 并且大致内容们已经创造出来了 或许周深正在打磨作品 让其更为成熟 几乎每一位成熟的音乐人都会如此选择 周深也不是一位超人 他的努力和辛苦 其实很多了解的人都能够瞧见 对此我并不心疼 有的只是一种赞许 但不管怎么说周深并没有提前官宣 或许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听众了我们 只需要尽心的等待就好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